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在立法会讲新来港人才快速融入香港事宜小组委员会 以及吸纳其他高材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 我只是何启明 我起码真正认识六七个 阿咪也是何启明 以前文协也有过何启明 这个副局长何启明 还有一个 我启明了 我启明了 不知什麽是什么是姓棍 启明了 何启明就说 他到六月底 輸入了32萬宗,我們少了多少宗 人家現在在問你,副局長 很多人說是因為不遲預期覺得被遁了 所以在小紅書道,議員在問這件事 老實說,何啟明終於回應 他說各項輸入人才的條件都寫得很清楚 如果申請人帶著期望過來 譬如以為可以馬上拿特區護照 譬如以為可以申請公屋 我們真是幫不了他 因為公屋是政府對基層市民的補助 特區護照是要居港七年,拿到三公升三分證才可以這樣 其實我是很奇怪 requirements寫得很清楚 你不排除中計聯合趨 你知道上面都有,好像那些大學那樣 高財通專財 首先我沒有想貶低居住公屋的朋友 香港五六層居住公屋 但現在他們在找高財通專財 又說你20%賺10萬元以上 你怎麼打算拿公屋 真是厲害 你怎麼打算是人來的 加超和賢賢羅淑貝常說 你們香港人不要經常去那間房屋躺平 然後你給大陸的專財 10萬元一個月新的那些 10萬元20萬元來公屋 不是啊,他沒有給,他沒有給,而是問題 那些人竟然沒有大字到這樣 那些人竟然沒有大字到這樣 那些人是專財來的 那就是 是不是也是假的啊 好像青霞那些這樣啊 如果不是的 你正常來說 他又不止20%賺20萬 我講到 你都不想 不要說屈奏啦 你都想生活好一點點吧 那些人竟然不想 好啦,還問說 跟著 那議員 我都不想問什麼人 叫做鴻文就問 喂 現在究竟關注人才是來自什麼國家啊 他說 你現在只有54%的高財通 成功就業 還有4-6%的高財通是沒有就業的 什麼環境啊 好啦 這個何啟明甲問題呢 我真的覺得很沒想到啊 是其是 就非其非 知之為知之 不知就為不知 不要想回避 這些是老土的 他說在國內申請之中 大陸和海外大學的比例 約6比4 海外申請主要來自美國 澳洲和英國等等 大家覺不覺得 我們這班高財專財 是六四比 即是有40% 是來自美國 澳洲和英國 所以他這些呢 他就說 大陸和海外大學 即是我跟你說 客觀就是 所有都是大陸人來 有六成 在大陸來的大陸人 另外四成 就在大陸來 是有外國 即是英美澳洲 學歷的大陸人 隨時這些是假的 我都不要理你做真還是假 你不屌你 現在的比例是 因為我們地緣政治的關係 現在暫時大部分 大部分 即是幾多 是 almost 全部 都是我們 主要是申請 但是我們外大組 回答了 無論如何都在外大學 不屌你 老實說 你連遊客都吸引不來 怎麼來你這裏做生意 喂 我來做 做班的 你想想 連高盛都搬去長沙環 那我還會給多少資源 還好自然 幹得道 二千多尺 要租三十萬 玫瑰花園 玫瑰新村 給那些人住 不會的 我怎麼知道我的專才來 都會好像梁美芬建議 專職人士都要學這些 還有 那些專才 香港有些硬條件 例如空氣不好 教育一般 地方小 是不能改變的 這些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國安法 雖然你說大部分人會沒有問題 他為什麼要負這個risk 又不見得你 最重要是賺得特別多錢 你連大陸 那些紅籌 即是紅色公司 都不來香港上市去新加坡 IPO 那怎麼辦呢 好了 我做科研的 哇 大哥 你被人老制 我來這裏搞什麼 實事求是 不要避免香港 不如想個新辦法 看看我們怎麼賺錢 其實沒有所謂的 你說要搞 我雖然天天在那裏批評 你在那裏搞什麼一帶一路 你搞什麼東南亞 都沒有所謂 但是你是要firm一點 solid一點 你proporce一點 心裡搞什麼 你趁一片未好的 你好像風聲 原來你把原本的建制派 你這裏搞什麼梁美芬 那些人搞什麼 你會搞什麼 李維琼子 枝樓 前年 九月 我真的很好幾成 要十月 那些原本的混 bond 挑挑indo poste 用東盟的事情 勾動了 勾動了什麼 那是甚麼事回來的 你老母是 好了,這件事我本來不想說 但我實在覺得,真是很糟糕 你有沒有看,東窗西望 早幾天,三千元 三千三十萬元 老實說,這個世界上 沒有媽媽對女兒的愛 真是無微不至,很厲害 你老實說,明是女兒 玩東西吧 大家搞清楚,其實銀行 我不是說銀行說行 銀行當然會出錯,機當然會出錯 是沒有必要 騙你 真是沒有必要,中何方 是有閉路電線,大家不要想著 閉路電線,好像我們看的那些,烏魂蜜蜜蜜蜜 現在來講,它一推進去,輸進去 看完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我不知是哪間銀行 我沒有說,可能是中銀,我不知 因為我很喜歡用入錢機入錢 我都不知是有多少次 有人才入錢 放了一塊錢進去,我不知多少錢 這樣一塊錢進去 突然間 吃夠了我,是吃夠了錢 沒有recept 直接沒有recept 甚麼人都沒有 壞了,弄聯絡銀行 我也會聯絡銀行 後期發展到,我也不會聯絡 我是不會聯絡銀行,不是不聯絡 不急於聯絡 又壞機嗎?不是啊 其實每一次,每一次我問 我剛才入了一塊錢 問你老母,馬先生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夠錢 我都想去數我數 你在哪部機,他有號碼 他都不能回答你 他開機的時候 便聯絡你 每一次都會聯絡我 好了,我不知那塊錢有多少 我當然不知 但其實,你說不知,我會查到 譬如,那天我做完生日 譬如我那星期 十萬元現金 那我呢,那時不知 但我回去看回 原來我一號到八號 做了十萬元現金 生日 那我就知道是十萬元 馬先生,你那天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哪裏哪裏哪裏銀行 你在哪裏哪裏那部機 你和你對一對 是否十萬零二百 十萬元,很準 他沒有哪裏騙你 你這件事 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媽媽就用常理話 現在搞到這麽大 我想我女兒不會騙我 他如果每天都害怕 那便要撐下去 是什麽事情呢 陳女士說 早前,他叫我女兒 把三萬元傳入他的戶口 好,她的女兒 剛剛就有cash 這一樣呢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過什麽的 你說我啤梨有三萬元cash 當然不奇 但一個女兒 立即有三萬元cash 其實都幾 突然 不過有不奇 不要緊 好了 那女兒傳好款之後 就在傳款機附近巴士站 把一張收據傳給她 媽媽,搞定這麽三筆東西 那陳女士立即在網上銀行 看一看那筆錢 怎料見到只有三千元 好了 所以她覺得奇怪 第一,陳女士聯絡銀行 銀行調查之後 就說,喂 傳入的款項 真的只有三千元 翻查閉路電視之後 亦都見到傳入的錢 就定不是陳女士所說的三萬元 那銀行職員 就向陳女士說 喂 那你說有個receipt 你給個receipt 我們來看一下 三萬元的receipt 陳女士就跟女兒拿了receipt 即是收據 女兒就一直找藉口 就拿不出一張收據 其後的女兒就說 我一直都不keep收據 好了 到最後才坦白說 已經扔了 那你第一句 就說好 然後 然後就說 萬本藉口就說 我不keep收據 然後最後才說 扔了 其實這已經是很典型的 說謊 你第一話 就說 喂 拿收據 銀行叫你 扔了 我怎麼知道 我傳給你 就扔了 那我還會有些 真的覺得 都是不奇怪的 等於 我那時候我也會 傳完一張 譬如收條給阿鄭見到 兩個tape 扔了 他就說 反正我這個有個紀錄 這裡都 OK 好了 第一話就說 好啊有 第二話就說 朱多藉口就說 找客 第二話就說 一直沒有保留 的習慣 最後才說 扔了 你應該很奇怪 好了 因為我沒有keep單的習慣 都可以在沙田站 即是沙田銀行 入完錢都已經扔了 那你早說 好了 好了 於是陳女士 就向銀行要求 翻查閉路電視 銀行政員就說 喂 你沒有權看這個閉路電視 要警方才有權 這個是 事實啊 OK 好了 於是陳女士報警處理 警方就說 喂 現在這件事是糾紛 不是刑事 所以我們都沒有權 去翻查閉路電視 那當然 這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糾紛 還是怎樣 因為 這個警察可能是食案 即是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又或者 因為 真的是這個糾紛 暫時 是暫時的 所以沒有權看 那 那個女兒就說 嗯 以為見到銀行收據就可以 那女兒表示不解 因為銀行收據呢 就是 手機傳給媽媽那張收據 是 為何一定要這麼執著 那證本 當然要 那為何要執著證本 你可以 因為有人懷疑你P圖 OK 好了 她就說 我都不認識 我怎麼去P呢 陳女士就被記者問 那你有沒有懷疑個女兒 她說 我想她現在看到事態這麼嚴重 都不會跟我說謊 是不是 就是繼續說謊 沒有辦法 你現在肉酸了 是 好了 好了 於是 東張西網的主持李文芳 就實測 櫃圓機 會不會吃錢 她將六十張五百元紙幣 經同一部櫃圓機 傳入銀行戶口 多上市之後 最後就成功傳入了二十八張五百元 一共是二萬九千元 我想這是一些舊式的東西 有些少許巢 是會這樣的 有時我們傳錢都是 二萬九五百元 明明算是三萬 五和有解的袋子 還有另外一千元 這樣 好了 但是李文鋒發現收據真的有問題 於是他就把自己的收據 跟陳太太的女兒傳給陳太的收據 對比 咦 又有些不同的 那個排版 同一家銀行 同一部機 那個收據 兩張收據的排版 竟然不同的 咦 陳女士收到的收據尾數部分 就不是好像 即是陳女士收到她的女兒傳給她的那張 Whatsapp傳給她的那張 就說李文芳自己的那張這樣對得齊的 她說呢 陳小姐Whatsapp媽媽那張 三萬元其中的零字明顯是凸了出來的 為什麼會凸了出來呢 改圖 又或者把那張收據接頁 即是我不知是怎樣改 好了 如果 跟上面英文事務對齊 金額就變回三千元 大家有看過就知道 為什麼呢 三 零 三萬是 撇一撇 零零零 再點零零 如果三千是怎樣 就是三 三撇 零零零 點零零 那麼 有沒有人呢 譬如 去接她 或者去改圖 很容易改她 改圖 因為人家零只有那麼多 你少了一個零 你三零零零 點零零 人家三零零 點零零 你改圖呢 就對不齊了 OK 好了 李文康偵探上新發現這些問題 於是乎 接木早就去信銀行 銀行回覆就說 接木做到這裏 我不知道陳太太的女兒怎樣搞 還要長得這麼大 找東張 很狡 他說 銀行回覆 李東張新聞說 從相關的櫃圓機交易紀錄 對象紀錄 櫃圓機交易紀錄 對象紀錄 和閉路電視都沒有發現任何存款入賬金額不吻合的情況 因為老實說 去好存款機 當它沒有錢的 它逐個transaction 加上數字對 就不會錯 就算有些提存機 據我所知 都是存款那一部分還是存款那一部分 你提錢那一部分還是提錢那一部分 就不會說 猜你什麼大套欄那種女人 你這些都給過的 為什麼呢 它始終要埋稅對 是嗎 那 櫃圓機的交易紀錄 對象紀錄 一張單對 那又有155張單 這個傳了這麼多 一張單看一個欣賬 合作 還有閉路電視的紀錄 都沒有出現不吻合的情況 唯有虛假文書的可能性 所以 銀行說 我報警了 現在銀行報警 就等差人去參 真啊 拉救你妹妹 那小女兒真的無非 那些是媽媽她 喂 拿三皮的東西來 嗯 究竟是女兒的錢 還是媽媽的錢 還是不去參究 她就賺了三千元 然後說 喂 屌你了 三皮的東西給你了 即是想吃夠媽媽的二十萬七 屌你了 都挺有孝心的 我不要說是孝不孝心 然後你去到說搞東窗 哈哈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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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屌你了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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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媽媽說 晚上睡不著 這樣就不用了 就算是 即是你還覺得銀行騙力 銀行得夠客 騙你了嗎 兩萬多 她媽媽就是這樣 在鏡頭面前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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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不講那麼長了 萬谷市中心的酒店 不知哪間 有六個人說 Gran Hyatt Gran Hyatt 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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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 說開 Gran Hyatt 就不是說Gran Hyatt 那天我們這個AI班的時候 屌你老鼠 現在我們打算AI班要加位 因為實在太多人報名 但我決定每堂加多兩個 屌你上次加一個 其實都是多了一兩個 就是我只有一張台 太多人是難照顧的 十個 十個左右 因為太熱烈了 我今天看到我們那些網友 出的東西 那些小說 那些catalog 那些bouchure 屌你什麼髮型 我屌你老媽 當然還有改進空間 但是就這樣想出來 我已經覺得好想怎樣 你問我 你們有沒有 什麼想都有 接著有些網友說 要跟我 big mask來設計 一些東西 海報那些 我說歡迎 你們去搞 不要緊 沒有問題 搞搞搞搞搞 好了 那我便介紹一間 和大家說 在旺角 屌你老媽 某一間酒店的店 三百多元位 即是五百多元 買一送一送 以為到 二百九十幾元 二百八十九 二百八十六張 一位 OK 這樣便很便宜 嘩 又生蠔又性 又長腳踩又軟腳踩 什麼都齊 嘩你老媽 我可以吃到你 柯柯柯都可以 原來現在跟我說 我一生日背 為什麼他這樣做 原來現在 全港 華人之里 嘩你老媽 中環 文嘟東方 嘩你老媽 四季 什麼東西 全部酒店舖飛 原來現在都在玩這些 當然 人家去 買一送一 可能是 都要 譬如說 七百九十八八百十八 買一送一 那你都是三四個酒 都貴一些的 嘩你老媽 這個真是悲光 早兩三年 疫情中間沒有那麼緊張的時候 我不說疫情前 嘩你老媽 那時候的舖飛在香港 你不能吃 為什麼 你稍為大名 這些 八九九 千多元一位 還要訂桌 你想去 一吃就一吃 嘩你老媽 現在 原來是 各位網友 有此不有蹤 嘩你老媽 真的要吃 要吃就快吃 然後又吵架 樓股再跌 股線 你想去四千點 樓 那些樓 六十五萬一層太股城 失業率 四十個巴仙 你想去女的做雞 男的不知做賊政做什麼 當然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環境 但是你經濟真的這樣搞法 你怎麼搞 你沒有生水 是不是 喂 譬如 你老媽 我開了一間店 分分鐘被人捏捕 有些人告訴你 為何你不去街開 人家捏捕 我是黃絲 我是好想法 然後又說不給我牌 我就怎麼辦 怎麼和諧社會 那些食環 又搞我消防搞我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不要了 那算吧 所以做個保險 你老媽 那些時候被人搞 對吧 你怎麼和諧社會 對呀 你倆好不好 應該是和諧社會 因為譬如是超哥 你都經歷那個時代 大和解 喜不喜歡 全世界都有這麼大的矛盾 但是你作為領袖 就是有這樣的責任 你就是要令社會 盡量去和解 即使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而不是還要加火 為什麼呢 譬如大家有聽過我們節目 為何我對這班民主黨 美國那班 其實證監 譬如他們比較好 那些 我不是說HGBTK 即是社會福利那些 甚至乎計劃 某程度計劃 經濟大政府那些 那我當然不同意 但是我 OK的 我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到你做的事情 其實是不斷 在現在美國 都這麼矛盾的時候 都還在落井下石 唯恐天下不亂的 你看那個澳洲西人 你在那些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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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別人的仇恨不夠深 那樣 屌你老媽 你是傻傻來的 人渣來的 任健康 我屌你老媽 你是人渣 屌你老媽 這些心地多差的人 心地是多差的人 喂 老實講 不要說別人是美國 與我們無關 除非你說不是啊 我是反戒的 我喜歡屌你 要救美國 那就沒辦法了 你香港也是 那些男人 我看到 屌你老媽 我都很反感的 不管他男還是王 譬如 特別是零一最多 這些 如果你們兩個大肚子 被車車死 純粹是一宗大肚子被車車死的案 如果你們兩個留言 很難死的 黃絲狗 黃絲狗又死一件 你怎麼知道大肚子是黃絲狗呢 就是 於是有些男人 走出來 你那男司司機又殺人 咬這些做什麼 其實有個大肚子死了 作為一個人 你就不應該屌你 老媽 落井下石了 你那些是混蛋 好了 你政府 其實有很多 無論 當年的戲劇等等 尤其是很大的矛盾 譬如我們看那些什麼中日南北和 最後是很老土的 去表現出 一件事 於是他們會好 其實是潛移物化 令到大家可以和而不同 我們未必做得到 我認識很多人 譬如見到毓民 他一樣可以跟曾玉成做朋友 OK 政見不同 好了 於是就被人說 他 你倆是 你痛腓 於是你先收共產黨 而那些人的表面 如果這樣說 那些人 是 不能夠接受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 其實 就真的不能夠說民主 這樣 你又說民主 你又說 屌你老母 那些 那些已經不是政見 你想想他 你這幾年做過什麼 你到了今時今日 露透聲 屌你老母 好 剛剛今天 那個 那個 民調 說 特朗普 在這個 受傷事件 屌你刺殺 那些都不說 之後 那個 那個 民調 只是被拜登領先 兩個百分點 沒有 什麼 低於這個 屌你老母 那些什麼水平 那個 就是那個 七糧 那個 不差 5% 不差 嗯 屌你老母 未能有槍擊事件 那時候 都已經4-5% 那些民調 沒所謂 就叫拜登繼續推下去選 不是 沒有所謂 真的你去到今時今日 都還是這樣 屌你老母 是 他們這些 真的在忠仇恨 含家產 不要說那些 好了 曼谷市中心 六個月男人中毒 發覺是有 生 生 愛 然後看回 整間沒得走 是七個人 check-in 現在就在找第七個人 那我不知什麼事 你住在這個 Grant Hyatt的 市中心 有兩個美國公民 竟然有 生 愛 下毒 警方看到他們 準備check-out 所有行李收拾好了 只不過在桌面裏面見到有些飲品 OK 在六個杯裏面 杯底發現某種粉末 OK 那什麼事這麼仇恨呢 好了 最後 這一單真的大家 我本來有片我不播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 很慘 在一個地方 在印度 一個著名的景點 叫哥爾馬加特橋 請容許我形容一下 很美的 其實印度這些地方 尤其是有很多森林 也未正式破壞過 真的很美的 其實是怎樣呢 很簡單 兩座大山 兩座大山 當然是懸崖 下面可能有些河 有些矮一點的樹 中間有一條橋 OK 這條橋是火車行的橋來的 那我有片我不播了 有對新婚夫婦 OK 根據報導 就在這條橋道 因為風光如畫 在橋中間拍照 兩岸呢 這條橋不是很長的 也有很多其他印度的遊客 誰知道火車就來了 其實當火車上橋的時候 已經距離你們很近了 已經看到旁邊已經有些客人 在那條片 即是那些在兩岸的遊客 在那裡呼叫 但是兩人不知道是不是很迷 其實你覺得那條橋 根本就很危險 你在那條橋中間拍照 就算 你來遠看到火車在那裡 假若 因為我看過那段片 你也不知道走到哪裏 因為那條橋面就這麼寬 火車就這樣了 你兩邊是否夠位 對吧 那你還在橋中間 即是說 如果遠遠看到火車來 你馬上在橋中間 你走到那邊也好 走到那邊也好 通常就走到那邊 等火車沒有這麼近撞到你 你是不是走一撤 我都懷疑的 但他們就麻煩了 去到火車十米左右 但人十米也很快 就是秒限過去 他們才經過火車到 因為被迷了 顧著拍照 即是中年間火車 在旁邊 喊 結果 在這麼危急下 就唯有跳捱 好 好了 二十七米 不是說很高 焗著跳 二十七米 八九十尺 三樓 這樣 好了 那現在呢 喏 因為 那種魚奶有很多 很多爛石 那樣 那現在呢 啊 兩人都身受重傷 丈夫身命誰危 老實說 這些地方呢 是一定要落很多沙 寫著 不要想走出去 拍照 OK 即是兇狗 你老母 你說要買東西 OK 你正抗你 你ely